我的妻子她失踪了 老公 这位女士就是你的太太 我自己老婆我还能不认识吗 这个人物本身对我还就还挺有挑战的 其实还也包括其实这回的表演方式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拍这种纯类景片 然后然后他的表演其实更包括这个剧本 其实给人感觉会更戏剧一些更抓马一些 我自己觉得会更舞台一些 所以在表演上面其实跟我自己之前的表演风格 我觉得也会不太一样 更激烈一些然后更夸张一些 我觉得这种戏吧 我演完之后也很难觉得演得很过瘾 你要是真的演进去的时候 就还挺难受的吧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嘛 我也没有去演我要这个局是我设的 不要演诡计 就演当下发生的事情 是要靠剧情推进的 演员真的不要去演玉职 就像之前李安也说演戏不要严满 让观众去有想象和猜测的空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留白嘛 其实因为所有的表演 因人而异 每个人所摘取到的讯息 其实不同的 就是觉得这次没有演戏 希望还能够多有机会演 这样有魅力的女性角色 因为我这个戏里面很多需要 我在现场需要摸戏 然后他那场戏情绪会比较大 或者会比较复杂的这样的戏的时候 就有一次我突然一抬头 我发现尼尼在摸我 摸我这个角色的戏 他在以他的方式在想 如果他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是怎么处理的 我就看见他在那摸 摸何飞摸我那个人物 他在感受 然后他也在想 如果是他 他会怎么处理那个人物 我觉得他很沉浸 龙哥是一个平时那一项 在片场非常节约能量 不怎么说话 但是会把自己所有的能量 火花放在他的角色 和戏里的这样的一个演员 他有很多巧思 很聪明 然后跟他在一起演戏很舒适 这一场是在那个灯塔下 然后争吵 当时已经拍了很多条 拍了很多条 然后后来我们就建议说 都拍这么多条了 那后边要再来的话 那咱们试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在两个人特别消耗能量的 这样的一场戏 可能只拍他 或者只拍我 但是你的情绪会影响到 他的演戏状态 就两个人互相给 其实就是互相给 给足状态 就不管摄像机带不带得到 其实像何为这种人物 我觉得也可以起到一个 非常好的警示的作用 他这样的人物 然后我觉得表达也是 就是人生在于人性的选择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择向善 选择向善 然后当你自己的欲望 匹配不上你的能力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了 还是要脚踏实地地 去一步一步 证据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配音的时候 大概看了一下结尾 事先知道这个故事的 剧本的前提下 我看到那我还是哭了 当时我在演的时候 我就以一个观念 我就是觉得 我一心只是为了我的闺蜜 在现在这个时代 然后很多的事情 让你焦头烂额 身边能够有一个 真正能够懂你 能够支持你 就是能够站在你这边 为你着想 不管是朋友也好 或者说是工作的同事也好 都非常重要